大家好 之前有一套影片有提及竹龍蝦衰枝 亦有朋友想知道竹鮑魚有什麼衰枝 因為在一套節目中,叫阿巴隆尼湖 也有提及竹鮑魚是很危險的 所以竹鮑魚之前也有些措施 甚至有些工具需要注意 首先,要買一張證 有這張證的時候,你才可以竹鮑魚 如果你沒有證的話,你不可以竹鮑 上次買了龍蝦和鮑魚 所以這張證可以顯示到兩樣東西都可以竹鮑魚 第二樣,就是龍蝦鮑魚尺和一把刀 首先介紹這把尺 之前有介紹過,這把尺有三個尺寸 其中一個是說到,如果是小鮑魚的時候 你就要用這個來量 如果是大鮑魚的話 就需要用鮑魚刀 因為這把鮑魚刀上面 刻了一些標記 有0至15cm 因為竹鮑魚的地方 也會有些礁石 所以一定要準備一些工具 來保護自己 這一堆就是我要竹鮑魚準備的工具 首先要有面鏡和呼吸管 然後還有一套長袖的褲子 最好就是穿長袖 因為遇到珊瑚和雕石的時候 避免你撞軟了或者戒傷 以來也可以幫你保暖 然後還有手套和套鞋 因為套鞋是為了防線 然後手套 因為可以保護自己的手臂 避免戒傷 然後還有 有些地方可能需要游出去 所以可以穿上蛙鞋 就方便讓你可以踢出去捉鮑魚 還有鮑魚 還有鮑魚尺 還有鮑魚刀 然後還有一個網袋 你的網袋就是捉完鮑魚的時候 你可以放進去 可以保持新鮮 把鮑魚做 然後最後 好啦 就當然要給我的請問 那這邊的話我要補充一下 那挖鮑魚的時候 盡量不要用有尖頭的 像尖頭的刀子 螺絲起子 這樣只怕傷到鮑魚 就是你在拿鮑魚刀的時候 記得注意一下你周邊的人 因為他有時候浪來的時候 你有時候手忙腳亂的情況下 你很有可能會傷到人 因為我這是今生經歷 因為我差點被鮑魚到同時 所以這個也希望大家自己要小心周邊的人員 如果說竹鮑魚 他都會有分區域 通常要來到接近夏天的時候 可能是12月開始 那漁民署 他就會開始公佈 究竹鮑魚的日子 以及哪些區域 有限制不同的數量 所以如果是仔細的話 大家一定要參考一下 漁民署的網站 或者我都可以放在連結 大家都可以進去看看 如果有些人問 究竹鮑魚 甚至乎要捉多少隻 剛剛有提到區域 如果是柏絲的區域的話 如果是柏絲的區域的話 如果是小鮑魚 他就限定一袋十五隻 這些叫一袋 如果兩個人捉的話 你可以有三十隻 但你不能放在同一袋 那就一定是最多十五隻 無事鮑魚 那就可以在南面以下的地區 Zone 3 就可以捉二十隻 另外 如果是好像這些 中邊包 或者青邊包的話 是比較以南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捉五隻 但是青邊包和中邊包 加起來 我們就可以捉五隻 另外 那另外 究竟要怎樣量它的尺寸呢 那如果是小鮑魚的話 那就用 這一把尺寸 因為它上面 就已經寫了 螺絲鮑魚 就是要六十mm 所以你就這樣量 咦 你看 這樣已經過了 所以這個 你是適合尺寸 你就可以捉了 那如果大鮑魚的話 那因為 太大隻了 那這把尺寸 它沒有說到大鮑魚的尺寸 所以 有這一把尺寸 要有殼 最闊的地方 涼氣 就要超過十四cm 那你才可以捉 那中邊包和青邊包 都是同樣的要求 都是十四cm 那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那剛剛說到區域的話 那如果說 在帕斯區域 那政府會開放了 四到五天可以捉 螺絲鮑魚 那它也都 通常會在早上 七點到八點之間 只限定一個小時之內捉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它指定日子 那如果說 在另外一個區域 沒有一個時間的限制 那它只是要求 在每年的十月一號 到明年五月十五號之間 那你就可以 沒有時間的限制這樣捉 但是呢 它就會有數量限制 那所以大家要記住這一點了 那今天介紹鮑魚水 就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 Like和Share出去 咪噹噹噹 其實還有一個彩蛋 因為呢 譬如好像限定了 在帕斯區域 可以捉鮑魚的時間 那也都可以在一個小時內 你可以捉海膽 那如果捉海膽的話 那你可以一袋有二十隻 那所以大家都是要留意 究竟政府網站 有哪些區域 可以限定你捉海膽 有哪些不可以 有什麼詳細的資料 記得要留意一下官網 或者給住欄上面的資料 下次再見 拜拜